对阿联发球命中 得到了自己的一万分 这也是NBCP历史上第二位万分先生 两位都是广东红远 李同汉这是跟周鹏有一个身体接触 然后他起来就扣篮 来了得分了 阿联奔赏比赛的第一分 没有人跟上 阿联这是机会 好球 这边暂停了 你打出一个快攻手转换来 还不能算快攻 就是攻手转换 没错 马上无知打就 阿联来了 反规 那这个周鹏正在防守上 他就是完全没有经验 他是去年就上了一队 但是基本上凯撒没怎么让他打 阿联看这个三分有没有 再进 阿联得到了九分了 他就做好了这个准备今天 这是张春军的特点 但是没有拿出来 没打进 好久没有在 有点给了一个技术上规 对阿联 八球命中 就是得到了自己的一万分 这也是CB历史上第二位万分先生 两位都是广东宏远出品 新气 还有一节比赛呢 阿联早上犯规 就是当教练说了 我们得这么打 队员没有说 哎呦来三分 时间了 需要投三分的 阿联假动作 就是中国男篮的一哥 对 那以后 可能五年以后 自己能不能也 队人来这么一 时间又不打了 这样全场比赛结束